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9号 农历鬼卯年3月20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中美会因台湾爆发战争吗 外交部回应 本网发表两块评 投票民进党 女生也要上战场 这个恐怖事实藏不住了 与绿营直球对决 侯友以首度正式表态 反对台独 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到炸弹口吓信 台湾金县纳粹标志 台媒称历史教育的失败 4066位台志愿议士兵 去年提前退伍 人数创新高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日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接受沙特中东报书面采访 在谈及台湾问题 以及被问到中美是否会因台湾而爆发战争时 秦刚表示 台独是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美方如果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而不是相反 请看详细报道 沙特中东报书面采访时问道 中国对台湾岛及周边海域关键目标 实施了模拟打击 请问打击的范围和规模是什么 近日美国官员再次窜访台湾 还有传闻称美台将举行军演 对此中方如何评论 中美会因台湾而爆发战争吗 秦刚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包括台湾人民在内 14亿中国人民的权益 要打击的是企图分裂中国 策动台湾独立的势力 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根源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而美方为遏制中国发展 搞所谓以台制华 一边声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边却执意与台湾民进党当局 升级官方往来和实质关系 一边说不支持台独 一边却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纵容其以武谋独 秦刚强调 台独是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方始终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也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美方如果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意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美领导人 做出的政治承诺 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而不是相反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 票投民进党 女生也要上战场 这个恐怖事实藏不住了 文章指出 5月8号台军方首次举办女性后备叫照 这不禁让人质疑 未来台湾女生也要上战场了 去年年底自己并未参加过什么军事训练的台军 所谓三军统帅蔡英文 就曾对女性参与防务表示乐观 在更早之前 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 篡访台湾时 也曾公开建议 台湾男生女生都要当兵 已经有一部分台湾民众 意识到一个恐怖事实 一些美国极端人士的荒谬发言 正在一步步变成民进党当局的政策 在民进党规划下 16岁的孩子要上战场 警察消防员可能变成第二陆军 现在连女生也要拿起武器准备作战 那么距离人手一把突击步枪的场景 真的是遥不可及吗 民进党把美国极端政客的风化 笑话变成现实 也在将台湾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变成悲剧 以往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口号 如今恐怕要改成 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了 来关注岛内新闻 新北市长侯友宜8号在市政总质询时表示 台独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所以我反对台独 这是她首度明确表达自己反台独的政治立场 请看详细报道 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2024大选候选人征兆临近 作为热门人选的侯友宜8号 列席新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议程时 遭到民进党新北市议员的轮番轰炸质询 当民进党市议员质问侯友宜是否认同一中时 侯友宜回答 台独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所以我反对台独 侯友宜还强调指出 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破坏团结 台媒称 侯友宜昨日表明两岸论述大方向 尝试争取台湾选民最大公约数战略也更加明显 不过此举固然容易得到中间选民的认同 却也因为招致蓝绿对手的质疑造成票源流失 台湾联合报9号发文指出 侯友宜以往面对相关议题 常识问虚答 曾遭绿营批判 如今民进党议员想乘胜追击 猛攻两岸议题 侯友宜一改过去模棱两可态度 直求对决 大出绿营意料之外 当前全台湾都聚焦侯友宜和绿营一场攻防 民进党若九攻不下 反而会助长侯振营士气 压力将转移到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身上 澳门新华澳报对此发文指出 侯友宜的说法 一方面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台独的政治立场 另一方面又巧妙地不点名批评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所称 中华民国台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根据台媒报道 位于台北市市邻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8号收到恐吓信 称已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和南部院区 分别安装三颗和两颗遥控炸弹 台北警方8号带搜紧犬巡查 但并未查获炸弹 请看消息报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8号发布消息称 观众意见信箱8号上午接到恐吓信 内容称在北部院区某处已安装三颗遥控炸弹 在南部院区安装两颗遥控炸弹 预计7号下午5时30分许引爆 报道称该恐吓信件为7号下午3时许寄出 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 收到恐吓信后除立即通报警方外 也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 进行南北院区全面安检 经清查后并未查获炸弹 台北警方接到通报后 8号上午立即派人带着搜报犬前往巡查 并同步请台北故宫博物院驻警队 加强巡查可疑情形 以及查看监控录像监视系统 并未发现恐吓信所称情形 综合台媒报道 台外事部门近日接获以色列与欧盟驻台机构反应 再度有民众手持纳粹旗帜 到台北欧洲学校门口抗议 两机构均表达关切 此外台中一中等非官方匿名社媒粉丝专业 也出现不明人士拼凑而成的纳粹符号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台外事部门9号透露 欧盟驻台代表及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 近日分别向台外事部门反映 日前再度有民众手持纳粹旗帜出现在台北欧洲学校门口 两机构均对此恶意行为表达关切 台外事部门也提到 注意到日前在台中一中相关的社媒粉丝专业上 有不明人士刻意拼凑纳粹符号 台中一中校方立即发布声明 要求该专业撤文并检举及报警处理 据悉纳粹符号此前多次在台湾社会出现 2019年1月 一名名叫纳森的美国摄影师在台北市万华区发现 一家冰榔滩内居然高挂着两面纳粹旗帜 为此纳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叹 台湾你总是让我失望 而更早的时候 台湾新竹光复高级中学学生 在2016年底举办的校庆活动上 也曾高举纳粹旗帜游行 对此德国以色列在台机构强烈抗议 台媒也感叹台湾历史教育失败再添一力 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综合台媒报道 台湾以志愿义士兵为主的台军所谓主战部队 去年有4066位志愿义士兵提前离开军队 人数创近年新高 请看详细报道 台防务部门近期送交的报告显示 2022年台军志愿义士兵 不适服现役的人数 共4066人 其中个人申请为3756人 占92.4% 被淘汰的有310人 占7.6% 对此台防务部门负责人 邱国正8号在台立法机构 备寻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防务部门对志愿义士兵 为何考虑退伍做过调查 大部分都与生涯规划有关 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与看法 台军不会强硬把他们改变 也不会去强制 对于台军2022年 有超过4000名志愿义士兵 提前退伍的消息 有岛内网友评论指出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没有人要做无谓的牺牲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